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靠手指的移動靈活地控制著二、三十條線 令到木偶做出各種動作 小小的木偶就好像被賦予生命一樣 這種傳統的木偶劇 你看過沒有? 在八十年代後慢慢造成這些傳統的藝術 就慢慢流入國 就是那個市場就慢慢消失了 就是沒有了舞台 變成一個人就很少了 就是很少人會接觸 所以變成就像那些老的演員來說 就是專門的專門 各個三個各山、退藥、退藥 就變成了一段時間 木偶劇在七十年代 是中式夜總會的表演項目之一 曾經盛極一時 對於現時木偶劇被列入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黃輝認為幫助不大 甚至多了一份沒落感 其實我覺得香港主要是 就是沒有一個年齡性的政策 主要長期成功維持分 這些傳統的藝術 他可以真的可以 在某一天 不是靠正好的苦情 他都可以維持分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政策 現在他會到不同的學校表演 希望培養新的觀眾 令木偶劇藝術得以承傳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10日報公司 大紀錄法 3年東網電視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